肝門流管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肝舟疾病 它的成因是在活躍肌中間有一個叫肝線 它閉塞了之後可能會有細菌進去 變成一個龍泡 一個龍腫 當龍腫走到肝門附近的時候 當我用手術的方法去放龍 或者它自己帶到可能穿出來的話 變成在肝門附近的肌膚有一個洞 這個出口的外口和肝門的內口變成管道 這個就叫做流管 例如敲龍事病 又或者嚴症 甚至可能肝門癌 都可能會形成這個流管 痔瘡最主要是因為大便習慣 有便秘 可能排便的方式不正常 是過份用力 又或者大便很肝硬 所以排便時會令到肝門受損 而出血流管 就不會和大便習慣沒有一個直接成因 但可能也說過有時候是因為肝舟發炎 所以看回那時候肝門的症狀 有伴隨可能發燒 腫痛 痔瘡就有內致 外致 內致最主要是出血為主 而大便時可以流出鮮血 但外致可能肝門有一個腫脹的地方 痛痛的 實實的 但如果說有扭管 痔瘡或痛的地方 就不是在肝門裏 而是在外面 所以肝門有分泌物 血水 甚至有便便 在內褲裏 如果我們做身體檢查時 我們會看到肝門外面有一個小洞 那裏會有些濃 甚至是分泌走出來 病症可能有時會比較差 有時會比較好 這也是有扭管很特別的症狀 簡單的話就可以直接隔開 讓自己的身體慢慢如合 但如果扭管是複雜性的話 或者可能有時候它多過一個外口 一般來說就會用掛線的方法 我們放一條掌根性進去 讓裡面的髒東西流出來 把扭管又複雜 變成簡單 然後最後一次就割開它 但這種方法亦可能相對說 都會影響到肝門活躍機 其實近來有些特殊的方法 是可以保留或者盡量不要割開到活躍機 例如有一種叫做活躍機間流管結紮水 這種方法就是我在活躍機中間 找到那個流管 然後將那個流管結紮 切除 令到直腸裡面的糞便 洗菌 不會進入到活躍機裡面 令到流管癒合 如果是簡單的流管的話 可能一次性的手術可能會癒合 但要複雜性的話 你裡面的感染不要完全去清理的話 可能做完之後 傷口護理得不太理想 所以令到感染又再來過 令到它腹發這樣 但外口已經移近了肝門 所以做第二次的手術時 比第一次更簡單 還有更快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